接下来看汇率震荡 欧元在今年7个月以来贬了15% 现在欧元兑换美元 毕竟1比1评价 这是20年欧元最低的身价 欧元区因为能源危机步入衰退 美元是因为联准会不断的升级 被刺激狂升 俄罗斯天然气输往德国一个主贯线 刚刚前面的新闻播过叫北溪1号 它展开每一年10天的税修维修 那么到时候7月底维修完了 俄罗斯可以有一个借口 不如其重启 那么天然气的供应将永久中断 那么这个忧虑越来越深 它会引发严重的欧洲经济衰退 20年来前所未见 欧元兑美元汇率在周一 逼近1比1评价 差距不到一分前 全一能源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疑虑 刺激欧元自今年以来 已经贬掉15% 而这也使得资金不断流入美元避险 加上这个月底 普遍预计美国联准会还会再升三码 美元只会越来越强劲 不过对于今年夏季出国玩的美国人来说 却是好消息 因为从住宿用餐到购物等花费只会更划算 反观欧洲人在暑假当前只能勒紧裤袋 不出国也不出城 看看上个周末巴黎市区的这座人工湖 成了巴黎人今年的度假首选 共6座游泳池 水上乐园等各式水上活动应有即有 民生大受影响 欧元区的财长们也在周一达成共识 把对抗通膨视为首要任务 并再次下修了经济成长前景 尤其欧元区今年的通膨预估 已经从之前的3.5%大幅提高到6.1% 欧盟官员现在更害怕情况恶化 因为北溪一号这条将俄罗斯能源 输往德国的最大天然气管线 正展开一年一度为其实天的维修作业 按照正常时间表 这条重要管线会在7月21号重启 尽管俄罗斯当局否认用天然气 来对欧洲施压 但已经有不少人担心重启计划生变 十吨能源价格飙上天 德国经济部长则要欧盟 就北溪一号的永久中断供应 做好准备 尤其欧洲有40%的天然气都是由俄罗斯供应 好在已经有不少国家找到替代方案 包括将欧洲的天然气网路互相连结 好能实现天然气共享 让还无法立刻切断俄罗斯天然气的大户德国 能够透过这个共网 从英国丹麦挪威和荷兰进口 仅次于俄罗斯 欧盟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国丹麦 已经在努力提高产量 好搭成2027年完全摆脱俄罗斯能源的目标 至于南欧像是意大利 则能透过跨亚德利亚海管线获取亚塞拜然的天然气 以及位在土耳其的塔纳普天然气管线 就连美国也已经声明 今年会有150亿立方公尺的液化天然气输往欧盟 其他替代方案还包括核能 再生能源 水利或者燃煤发电 不过在比利时英国 法国和德国 由于核能的可用性 已经因为核电厂老旧而出现下滑 至于部分燃煤发电厂 则早已经在去年能源价格飙高时重新启用 对抗严峻通膨 拓展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成为当务之极 一波全球央行紧缩潮也正在上演 TV新闻综合报道